雷电风云花草木 东南西北虫鸟鱼 喜怒哀乐茶汤酒 川江河海日月星 汉字相声 冯一刚咬文嚼字 游本意是旅行 父母在不远游 游必有方 引申为遨游玩耍 例如夜游遨游或是交往结交 交游 有行走闲逛的意思 游行游荡 也可以指说服 例如游说 后汉书记载 东汉顺地时 御使张刚得罪了人 被调职到广陵 当时广陵因为张英等人 不满地方官的压榨 起兵反叛 杀了官员 朝廷派兵征讨十多年都无法剿灭 情势混乱 别人一听说要到广陵 都要求加派兵马 张刚却轻车减从上任 到广陵后 张刚派人安抚当地居民 慰问张英 张英很惊讶 前去拜见 张刚同情他作乱的原因 对他小以大意 还保证投降后 可以让他们安居乐业 张英原本就是因为 地方官的暴政才反叛 现在听到张刚这么说 感激涕铃的说 这里荒凉偏远 受了委屈 无法上诉朝廷 又不堪官员 七零只好起兵为乱 自知是乌合之众 像是鱼在锅子里头游 随时都有危险 只是一时偏安而已 若鱼有府中 喘息须于兼耳 鱼有府中 比喻身处险境 为在旦夕 庄子刨丁解牛的预言 说的是理想的人生观 庄丁为文慧君杀牛 不但动作像舞蹈 发出来的声音 也跟音乐一样好听 文慧君赞叹地问 你是怎么办到的呢 庄丁说 他已经超越技巧 来到道的境界了 起初眼中所见的 就是头牛 根本无从下手 三年之后 才有所领略 能够看到牛的筋骨结构 到了现在 不需要用眼睛看 可以纯粹地 靠精神感觉来动刀 循着牛天然的结构 披向筋骨间的空隙 把刀子引向骨结 就完成了 过程中 完全不会碰到脉络相连 或筋骨结合的地方 更不用说 会伤到大骨头 一般说来 好一点的厨师 每年要换一把刀 普通的厨师 每个月要换一把刀 因为他们用硬砍的方式 来杀牛 硬碰硬 刀刃当然容易受损 我这把刀 已经用了19年 杀过几千头牛 还是像刚磨好的一样 一点损伤都没有 因为我拿的是一把 没有厚度的刀 在经络血脉的空隙中 到处游走 挥洒自如 还觉得很宽硕 有余地 已无后入有剑 挥挥护 其余游刃必有余地 游刃有余 原本形容刀钉用刀的自由挥洒 后来比喻 做事能胜任愉快 从容不破 汉字相声 由中华文化总会策划 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 联合制作 谢谢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